有一种来自底层的恶,叫见不得别人好 作家张经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个概念 底层的贫穷绞杀在底层圈子里 没人真正希望你过得好 你只要混得比别人稍好一点 就会有人各种使绊子,坑派你 你的生活但凡有变好的苗头 就会立马遭到他们的扑灭 一直混在这样的圈子里 久而久之,人生也就会被彻底绞杀 和那些见不得你好的人待在一起 你就只能被锁在地层,永远不能翻身 一,央视蓝幕法之天下里过一个案例 出身农村的姚丹 通过多年打拼,在城里开了家酒吧 生意很红火 但这种辉煌没有维持多久 他就陷入一个阴谋里 有人污蔑他的酒吧存在潜在消费 食品安全也有很大问题 一时间,谣言沸沸扬扬 酒吧生意一落千丈 连续几个月入不服出 他只好无奈地将酒吧关掉 好好的生意被断送了 姚丹既痛心又愤怒 他发誓要将生事的人揪出来 经过调查 最终他发现 罪魁祸首竟是他相识多年的闺蜜 原来闺蜜见酒吧生意形容 姚丹的日子也过得比他好 极度之下 便策划了这场阴谋 想起来自星星的你的一句话 人性就是如此 看到别人比你爬得高 不是说我也要去那里 而是对别人说 你下来吧下来吧 也到这泥潭里来吧 有一种来自底层的恶 就见不得别人好 尤其是见不得身边的人好 博主的大头讲过自己舅舅的故事 舅舅离乡多年 五十多岁时回到老家 承包了二十多亩鱼塘 前前后后 舅舅耗费了很多心血和金钱 眼看鱼塘的收益越来越好 村里人坐不住了 他们表示要集体入伙 参与分红 面对这种无力要求 舅舅言辞拒绝 于是村民们就开始闹事 他们有的半夜偷偷捞鱼 有的破坏鱼塘 还有人说吃他家的鱼 闹坏了肚子 要赔偿 其实这个鱼塘已荒废多年 之前没人愿意承包 可看到有人赚到钱后 他们就立马坐不住 人性就是如此 尽兴别人遭难 嫉妒别人有福 对很多底层人来说 你的优秀 你的成功 你的幸福 都是一种原罪 他得不到 你也别想得到 他过得不好 你必须比他更差 一旦你飞黄腾达了 就会让他们眼红心仰 前方百计也要阻挠你 扼杀你 二 在书中看过这样一句话 人性的卑劣之处 就是见不得别人过好日子 困人有 怕人负 若别人正追求一个自己未曾拥有 却十分想要的东西 便会极力窜抖 死物不好 生活中这样的人不在少数 你的生活只要变好 就会引发他们的针对与打压 拼尽全力 他们也要把你拉到跟他们同样的层次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久而久之 你就只能永远烂在底层的泥坑里 作家韩少公在书中 曾提到一个少年魁元 魁元为人踏实热情 也很上进 他一心想走出农村 到城里找活干 正当他计划要出发时 村里几个有手好闲的朋友 找到了他 朋友们主动请魁元吃饭 后久 九族饭饱后 大家在一起聊天 朋友们七嘴八舌的说 兄弟 你去城里干嘛 城里都是骗子 把你卖了你还给他们数钱 待在村里多好 祖祖辈辈不都这样过来了 心不要太野 做人还是本本分分好 结果没过多久 魁元就因为剧中赌博 和朋友们一起被抓进了监狱 想起心理学上的螃蟹效应 如果猪楼里只放了一只螃蟹 一定要盖好盖子 以防它爬出来 但若猪楼里放了很多螃蟹 就不必盖上盖子了 当有一只螃蟹往上爬 其他螃蟹就会用钳子抓住它 把它拖下来 最终没有一只能爬出去 现实中很多人也是如此 自己逃不出底层 就拼命阻拦身边努力向上攀登的人 他们最希望的 就是通过打压的方式 让别人跟自己混得差不多 大家烂的程度都一样了 他们也就可以继续乱下去 并且心安理得 当一个人身处这样劣质的圈层时 人生就会随之向下坠落 三 岳云鹏曾在某节目里 分享了一段自己的经历 自从他有了名气后 每次和以前的朋友们吃饭 他们总会借着罪意责备地说 岳云鹏你变了 你不是之前的那个人了 这件事 让岳云鹏心里很难受 郭德刚听后 开解他 你得看看 他们打心底里认为 明明大家都是一起长大的伙伴 当初都在同一起跑线 凭什么你岳云鹏飞黄腾达了 我还蹲家里修自行车呢 想起作家林芝也说的一句话 这世上两个人条件越是接近 越容易产生妒忌心理 商人妒忌发忌的同行 官员寄予他人的顶带 文人鄙夷当红的福童 男演员们眼红冉冉升起的小白脸 总之 财富与知识的积累 无助于人类一交心中妒忌的快乐 人们永远逮着自己的同类死下 面对那些见不得你好的人 远离他们才是上上之色 温州著名女企业家王荣森 年轻时前往陕西投资 包下了当地三十口油井的开采权 油井一直不出油 王荣森跟乡民们驻破窑 哇也在 相处的倒是其乐融融 后来有口油井出油 他终于开始扭亏为盈 没想到原本客客气气的乡民们 突然集体变脸 硬要说他坏了风水 不准他继续采油 起初王荣森还会耐心解释 但很快他就听到乡民们被地理议论 凭什么我们累死累活 他钻了口井就能躺着赚钱 王荣森听后 不再多说什么 立刻带着设备离开了那里 没多久 他就找到另一个可以采油的地方 在新油田所在地 王荣森不再和当地人有过多来往 专心经营 很快他就成了陕西省的采油大户 圈里圈外里有个很有意思的概念 叫圈子修炼术 人际关系也是个大圈子 套着无数个小圈子 我们要做的 就是不断远离底层相互拉扯的圈子 远离打压 消耗你的人 走出他们的生活半径 就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 社会学家孙丽萍提出过一个底层沦陷的说法 身处底层的人 很容易陷入一种迫害模式中 大家你踩我 我踩你 由于把大量的精力用来伤害对方 没有精力去提升 谁都没有办法逃离 最后就集体陷入一种沦陷之中 底层圈子里布满了平庸 堕落的人 他们不仅甘于摆烂 还千方百计阻止别人变好 你若深陷其中 人生也就随之变得一片灰暗 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圈子 要及时划行界限 只有远离底层的心仰 你才能有更好的出路 点个赞吧 趁早逃离底层圈子 就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 我来说